为什么要在群众里面修 我还是很不同意 动不动就要说要闭关 根本就没有那个条件 你如果没有在众里面训练过 不可能闭关 因为我们古原室是专门闭关的 以前 现在当然很少了 以前 以前我在闭关 隔壁也在闭关 但是我整天都听到他在打呼 都在睡觉 那一样的 到山上闭关 闭二十一天的 我那个同修 就是四兄弟 他每一天就是几乎 大概有六个钟头 在处理吃的问题 因为我都听到 咳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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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在准备吃啊 中午到前一个钟头就开始准备 然后到洗碗啊 什么什么 就一天六个小时就这样浪费掉了 所以闭关 是这样闭关的吗 当然不是吧 闭关一定要是 你已经对身心一定有充分的把握了 是要更 就精炼他 身要更进化 心要更笃定 就真的能够指跟关 身呢不再乱动 不再乱动 坐下来 你至少要 双盘一个半钟头 才来跟我讲闭关吧 不要连坐都不会坐 你就要闭关 闭什么关嘛 要闭什么关 所以不是一个人独处就要闭关啊 不是 闭关真的是要把静跟心 都给关下来 跟沉 这时候不偶 就不对立啊 不对起来 那心也不动 这时候才有点闭关的条件 就是说你这样修 才会修出一点点东西 所以古人是以前常常闭关 很多人也都说他在古人是闭过关 但是闭过关的 外道的比内道的多 因为古人是没有分别心 所以很多外道的都来这边闭关 出去就说他在古人是闭过关 闭多久啊什么 其实在我来看 就是把这边等于是有点像 来这边拿个学历吧 我去古人是闭过关哦 好像就增加几分 但事实上呢 如果真的受用 他不会是那个样子吧 所以 什么东西还是最实在的 那么我们人最实在的 到底是什么 就是你的身口意嘛 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实在的 就是你的身口意的内涵 到底是什么 那当然在这里面 有些人很积极 也很愿意做事 他的身是很流畅的 但你要他做事啊 什么都做得条条有理 有些人是受过训练的语 他在讲什么条条有理 有些心训练过的 你看他随时都很稳定 随时都很平静 当然都可以 那最好是这三个东西 都很棒 你如果只是其中一个东西 很棒 三分之一吧 如果用成绩来打 那最多33分 你即使身完全圆满 就33分嘛 所以你要全部都圆满 才是一个完整的 那这个如果再用专业的术语 那我们说 这三个就是法身 报身化身嘛 一个人正得法身 33分嘛 正得报身66分嘛 正得化身100分啊 那这里面就是 法身是体性 报身是制作用 但是他已经蕴含了能够去饶育众生的能量 化身呢 真的是把这些能量散发出来 所以从理到是 要完全完整 才是修行的圆满 所以我们修行一定要懂道理 不要动不动 太浪漫 就想什么就什么 想什么 到最后 你会发觉自己一无是处 一无是处 等到要走的时候 谁也帮不上忙 要走的时候 是谁在帮你忙 你的业力在帮你忙 因为那时候 你会想什么 会动这么念 不是谁给你的 而是那时候你的业力 它会起现行 那个业境会现前 所以我们现在只是不断地打妄想 而没有去把它转化成 真的身口意的进化提升 其实到时候真的会使不上力 即使旁边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念个不停 你还是跟你的业力妄想相应 不会跟你周遭的声音相应 不会 因为那时候很明显的 世大起变化的时候 是一样一样的退失 地大 水大 火大 风大 它一样一样的融入 所以这时候 你是见文修堂 觉知都起不了作用 还是回到原来的业力 在那边转 所以实修就是看好我们所有的业力 我们的所有行为 就是身口意的行为 到底是什么内涵 不是在那边装神弄鬼 在那边作假 没有意义 对 我说你会不会有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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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